天成做的女生都有选择困难症吧 我也不爽 哎呦 那不现在我自己用这张吗 这张也是我的 炸了个心了 亲爱的网友们 我到时候准备要出发 准备要去玩了 我没有自己出过门 我现在很纠结 很烦 我也没有自己坐过飞机啊 我坐过飞机是跟姐姐一起去坐过的 我没有自己出过门啊 准确来说 你不是没有自己一个人出过门 你是自己一个人去过深圳啊 广州这种地方的 但是我没有自己开 去坐飞机啊 对 你没有自己一个人去旅行过 哎呦 现在一想心情就很糟糕 很烦哩 这个攻略到底应该怎么做啊 怎么做攻略应该住在哪啊 今天玩什么 后天玩什么 生活怎么那么艰辛啊 天哪 啊 到一只猪帅了 不要做人了 你不是艰辛 你是不是有选择困难症 这位同学 不 我就是穷 哪有什么选择困难症啊 成年人喜欢的 只要有钱什么都要 管他咧 之所以有选择困难症 这些什么要取舍 应该说你舍得花吗 你有钱 你有舍得花吗 我也不舍 好吧 你就是有选择困难症 你承认吧 因为要囤钱 囤囤囤囤囤囤 才会有安全感 就是这样子的 选择困难症 我也想去住高端的酒店啊 可以去住一下北京 广州的四季酒店啊 那一栋 住叫新城最高的那一栋楼 奢华 有钱就去住 没钱 住情侣吧 你去买张彩票吧 也许中奖机率还高一点 有道理哦 那我到时候就去买张彩票 在云南 哎呀 我玩着玩着 看到我卖彩票的 我就去买一张 没准呱呱呱 那种呱呱乐 没准呱中了什么 是不是 这就是闲了 在家闲 到时候就 哎呀 这个新闻上面就写 标明了标明了 哎 广西玉林 某女子 在云南旅游时 中了 九百八十九万 幸运中了 幸运中了 然后我就拿这张彩票 然后去领奖 然后扣掉百分之二十五的税 好像是三分之一吧 哎 就管她是扣一半 那我还有五百万 天啊 我已经想着五百万怎么花了 你清兵 我肯定在家里面待太久了 又得神经质 我得出门了 对 好 那预祝一下你的旅行快乐 你就选九号出发吧 可是我不想九号出发耶 可是15号有点太长了 中间隔了六天 但中间的机票都是四百多块钱 你看 又开始纠结了 你看 就离苦苦 没办法呀 你看刚过完国庆节 大家都返程的时候 你正好去了丽江 或者是大理 那边人更少啦 你一个人闲啊 你看 整条街都是你的 嗯 有道理 是真的 嗯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 嗯嗯嗯嗯嗯嗯 不知道 等我再看一下 嗯嗯 一些那些不过替呢 digamos sharing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